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谓一个崇高的 我觉得是非常崇高的一个理念 就是艺术造成 希望我们在这边能够回复一个社区 然后提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体质 这是我们举办官渡艺术节最主要的原因 罗声一响敲开了官渡艺术节的序幕 国立艺术学院年轻的学子们 建议您一个新鲜别出新材 有充满艺温气息的休闲方式 邀请您在造访了官渡的山水及古迹之后 再以轻松的心情 投入拥有各项精彩内容的艺术节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4官渡艺术节 包括了舞蹈、戏剧、音乐、美术、传统艺术、科技艺术等 六大类十六项、一百二十三场的各项展演 活动期长达三个月 让口味不同的观众们能够有多样化的选择 学生们也都使出浑身解数 将他们学习的成果呈现在大家面前 请不吝点赞幔 1994官渡艺术节 今年二度初级 除了保留原有的特色之外 更扩大规模 邀请到享誉国际的 日本舞踏之父 大野伊雄 以及欧洲舞蹈新锐 英国拉邦中心过渡舞团 落实了艺术节文化交流 及艺术观摩的双重使命 不管是现代或是传统 动态或是静态 我们除了欣赏一场场 具水准的展演之外 也为学院内多元化的 蓬勃风气而感到高兴 艺术节除了提供学生 展现学习成果的机会 对他们也是一种鼓励 更在关度掀起了 一季的欢乐气氛 此外为了便于民众的参与 主办单位特地将演出 安排在周五到周日的假期 并备有艺术专车 到市区接送民众 让您满载而归 享受一个愉快 而又充实的艺文盛宴 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难得的机会哦 我希望请您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